接下來我們要上的內容 原則上都不需要計算 我跟你說過了 這裡考試可以考計算 但是很多題目是不用算的 有觀念就可以的 口感就可以的 這個叫做 把東西丟到議題裡面 它會自己浮起來 一誰受力 東西受力 二受幾個力 兩個力 重量向下 浮力向上 三合力多少 不會動就表示合力是離 表示兩力成平衡 OK 停車戰界問 以前問 兩力平衡的條件是什麼 什麼樣的情況叫做 兩力平衡 10號 兩力平衡的條件是什麼 什麼大小啊 什麼方向啊 什麼挖勾那個 兩力平衡的條件是什麼 還要找喔 還要找喔 還沒有背喔 還沒有背 所以就不知道 找一個帥哥有嗎 找不到 抽不到男生 這個人不在了 三一 三一 兩力平衡的條件 兩力平衡的條件 還有一句 請坐下 兩個人都先坐 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最後在同一條直線上 所以現在 B跟W平衡 就表示 B會等於什麼 W 好這就是重點 叫做浮體原理 東西 東西丟到液體裡面 會自己浮起來的 一定有這個性質 什麼性質 浮力等於物重 一定有這個性質 叫做浮力會等於物重 東西丟到液體裡面 會自己浮起來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重要的性質 你要給我背好 後面要經常翻出來用 叫做浮力會等於物重 這叫做浮體原理 浮體原理說 浮力會等於物重 如果丟下去 會自己浮起來 不是你把它拉起來 是它自己會浮起來的 浮力會等於物重 就是所謂的浮體原理 OK嗎 要把它記好 要背好 後面要拿出來用 因此 我們就可以問一些問題 這個問題問說 同一艘船在海中航行 溼水線跟淡水線 誰比較高 誰比較低 有人的問是說 那個船生 這個學測考過 問你船生會上浮 還是會下沉 然後再請問你 在那個航行裡面 浮力有沒有一樣大 或者誰比較大 我請你先回答 第二題 一艘船 在海中航行 跟在淡水航行 誰受的浮力比較大 開小女生起立 來 在海水的浮力大 還是在淡水的浮力大 還是一樣大 還是不一定 在淡水浮力大 在淡水浮力大 很好 請坐下 他說在淡水浮力大 答案叫做 他請坐下 剛才告訴過你 重點叫做浮體原理 在水裡為自己浮起來的浮力會等於物重 所以在海上航行浮力等於船重 在淡水航行浮力還是等於船重 水通通都一樣重 所以浮力是相同的 那雖然浮力相同 但是要問吃水線 就是那個泡在水裡面的範圍 吃水線越高 就是泡在水裡的範圍就越大 那請問你 誰大 誰比較高 他問你說吃水線比較高還是比較低 然後呢 為什麼會高 為什麼會低 講過有人考你說那個船身會上浮還是會下沉 下沉 題目是告訴你說我比較低 在海中比較低 那你問你為什麼 你問你說誰會高一點誰會低一點 為什麼會這樣 全體叫做福利怎樣 一樣大 福利會一樣大 那請問你會怎麼樣呢 請問你怎麼樣 OK 我們請 No.13 海水的吃水比較小 海水的吃水比較小 為什麼比較小 為什麼比較小 蛤 因為密度比較大 請坐下 所以福利一定是排開的義重 排開義體的體積乘以義體的密度 而我的福利一樣大 所以如果義體密度大 那排開的體積比較小 所以吃水就少一點 所以呢就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一艘船如果從淡水行駛到海水中 進到海的時候 船身會上浮 因為吃水變少 反過來從海水進到淡水 船身會下沉 因為呢淡水密度小 排開體積要變多 但是不管誰的吃水多 誰的吃水少 兩個福利都是一樣的 因為都等於船舟 都等於船舟 就是簡單的 了解一下福體原理的狀況 可以嗎 可以